雲林環保商場 戰! 現場在廚宇的推動方面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在去年它開實施上 廚宇的收集量就提升了 所以在全國的評比裡面 它是優等的 然後今年呢 不只把廚宇提升之外 都還變成產品 我們本來是預計 今年年底之後 它應該會得到特優獎 不過要等到明年才能頒 現在先預告一下 真的是做得很不錯 謝謝 在廚宇上 在去年 宣布說廚宇不可以再一次 其實這是政策 因為美國以前就是這樣做 現在這麼多廚宇 我們要怎麼處理 後來是我們20鄉人 第一個鄉人 用黑水蒙來把廚宇去化掉 就是說黑水蒙很會吃廚宇 把廚宇吃掉之後 它還會藉著義太肥和固太肥 我們今天呢 有把固太肥帶來 也有這個雞子 吃這個黑水蒙的用 生出來的雞蛋 也有炸這個黑水蒙的活體 包括黑水蒙 炒鬼 富含高蛋白質 所以說在這個生態循環裡面 我們利用這個黑水蒙 對環境無害的黑水蒙 來吃掉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廚宇 乾淨又未盛 那我們現在每天收受的生索廚宇量 總共大概是35噸 那這些廚宇我們經過濾水 把它拓乾完之後 那再做成高溫滅菌 做成股粉跟有機肥料 那大概剩下只有剩下大概20%的一個有機物質的部分而已 所以我們到目前我們總共做了280噸的一個有機添加物 我想這部分都免費分送給民眾或者一個社區來做一個使用 雲林縣是一個養豬大縣 我們為了要展示我們防疫的決心 所以在12月25號就已經宣示 廚宇禁止養豬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非常感謝所有鄉親 針對廚宇的回收去化 他們非常的幫忙 那也感謝我們各鄉鎮的清潔隊員 雖然增加他們很多的這些工作量 那也造成很多的不便 但是他們為了要保護我們的養豬大業 他們還是一樣徹底的執行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頒獎給這些配合的鄉鎮公所 還有很多的這些配合的單位 將所有的熟廚魚能夠經過製成化骨粉 化製廠做成化骨粉 然後我們的生廚魚經過脫水瀝乾以後 到南亞資源回收廠做成我們的有機肥 那現在我們把肉骨粉跟有機肥 一比十做成我們的有機之彩 那我們現在用在我們所有雲林縣境內的 無論是露宿或是我們的安全島上 或是學校的這些綠美化環境 用在這個地方 讓我們真正把所有的這些 廚魚資源回收再利用完全的落實 那我們在整個廚魚的回收做成堆匪呢 目前的這個情況可以說得到環保署的肯定 我們回收量達到94% 所以我在這裡特別跟鄉親來報告 那也跟鄉親感謝 那同時也感謝所有相關配合的單位 廚魚變黃金 雲林環保商場 讚